一个男人有多爱你看聊天就知道 我们平常聊天说话 可能有时候会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 会让女孩子跟你自弃 耍小脾气 如果男人懂你的话 他会知道你的口是心非 自基本上成了女人的代名词 很多时候嘴上说的不见得 就是心里面想的 就好比下面这四句话 可能就不是心里的真实想法 或许大家都经历过 但男人对你们说话 说话时候的谎话 懂得的话就能看出 他对你有多爱 咦他懂你的我没事 对一个女人来说 没事往往就是有事的意思 如果你像一个二愣子一样 不明白的话 那么之后就真的是有大事了 当你一开始说没事的时候 这个男人就立刻意识到 你们之间应该是发生了什么 或者是你有什么心事 这个时候男人会一直 待在你的身边陪着你 等到你慢慢愿意 告诉他的时候 女人也应该知道 这个男人是多可爱 他是非常爱你的 他懂你的我不介意 真的不介意的女人 是不会将这句话 挂在嘴边上的 尤其是当男人和别的女人 走得近的时候 女人对你说 我不介意的意思就是非常的介意 这个时候男人就应该知道 自己的老婆已经非常介意了 他赶紧出现在你的面前 告诉你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让你放心 让你充满安全感 这样的男人是值得你去珍惜的 他值得你依靠 三 他懂你的我讨厌你 如果一个女人真的讨厌一个男人的话 他是不会对男人说这样的话的 只会在下意识的情况下 慢慢远离这个男人 如果他不懂你的意思的话 只能够说明 其实他心里不知道有多喜欢你 这个时候男人如果懂得他的话 应该立刻上前给他一个拥抱 并且安抚你的情绪 你也该懂得 这个男人是非常爱你的 四 他懂你的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其实每一个女生都有冲动的时候 特别是在吵架失去理智之后 女人往往就会选择和对方赌气 说出一些再也不想见到你的话语 其实他心里面 根本就不是这样想的 如果真的不想跟你继续下去了 那么一定很冷静 直接的说分手 而不是转身离开 其实他希望的就是你赶紧追上去哄他 这个时候男人真的懂得你的话 就会紧紧的跟在你的身边 任你打骂 给你出完气之后 再把你抱进怀里 这样的男人是值得你托付终身的 其实感情中不是一点两点 就能够长久维持的 有句话叫做爱一个人容易 但维持下去并不容易 女人的心是软的 其实男人的心更柔软 当一个男人真正爱上你的时候 他付出的要比眼睛看得到的多 所以想让你们感情长久下去 不仅仅要男人懂你 你也应该懂得男人的需要 懂他的内心 小鱼认为爱情是两个人共同维护的 你的付出也肯定会得到相同的回报 祝大家幸福一生